三月下旬呢 很多的球根花卉呢 都已经进入了圣花期 这个就是雪片莲 这么一大从一个球 种到现在呢 大概就三四年功夫 它会长这么多球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球根花卉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它的花形 它的花很有特点 就是每个花瓣上面呢 它有一个绿色的小点 非常可爱 而且它这个花呢 整个是下垂的 就像一个雪片 像一个水滴一样的 那跟那个雪滴花有什么区别呢 雪滴花花期比较早 然后它的花瓣呢 有几瓣呢 三瓣呢 它是平斩的 像这个呢 整体都是下垂的 雪滴花呢 就在长三角种植呢 不大容易复花 这个非常容易复花 已经开了好多年了 而且越来越多 所以非常值得推荐 这一丛蓝色的小可爱呢 就是花酒 这个花酒我非常喜欢 因为它的蓝色呢 是非常纯的一个蓝色 中间的它花药呢 是黄色的 有一个小的对比色 它的花瓣呢 比较的平整 而且它是比较圆润的 有些花酒呢 花比较纤细 那效果就没这么强烈 这个羊水仙很鲜吧 这个品种我很喜欢 叫Talia 它是一款中晚期的羊水仙 比那个冰青玉节啊 那些都要半个月 现在是它最美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细节 它外面呢 是六个花碑片 然后中间呢 这一圈呢 是它的花瓣 是一个碑形的 非常漂亮 所以从远看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花呢 特别的鲜 它的花瓣比较纤细 颜色又比较素雅 就就很有一种 仙气飘飘的感觉 而且这个Talia呢 它非常容易复花 我原来就买了几个球 在这边已经种了五六年了 它每年都长出这么多花来 现在这已经一片 都是它的花 所以非常值得推荐 这一丛洋水仙也非常的美 整个群体效果非常好 花量非常的大 这个是我去年团购的一款 小的丁香水仙 这个水仙呢 从我以前买过的 其他丁香水仙来说 这个丁香水仙花量是最大的 因为总共是三个球种下去 却开出了这么多的花 说明它这个球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花芽 我们就再观察一些 明年它的复花情况会怎么样 应该不会很差 然后它的颜色呢 是非常鲜亮的一个黄色 从很远的地方就可以被这一层黄色吸引过来 这是一盆葡萄风信子 它现在开花呢 效果也挺好的 这个风信子 我种在这个盆里好多年了 也不用起球 也不用翻盆 然后到每年秋天的时候呢 给它浇点水 然后慢慢长出叶子来 现在呢就开花了 就叶片的话 叶形上比较难看一点 因为我们新买的球呢 它种的比较晚 然后它叶片不会这么长 但是这样的开花效果呢 也是很令人满意的 就每年开这么一层 颜色也非常的美 花园里呢 有很多的铁筷子 花量也挺多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 为了方便观赏 就摘一些 做一些浮花 这个粉色 重拌非常漂亮 因为这个花比较少 那就让它流种 结种子 这个白色比较多 那我就摘一些 这个饼非常嫩 直接摘下来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到水盘里面 我们可以摘不同的颜色 然后不同大小的铁筷子 还有搭配一些 其他的小的花朵 那么就可以组成这样一盘浮花 花园里种几个原生的草本植物呢 也非常的漂亮 像这一棵是一个 原产于湖南湖北的 一个原生的唐松草 它的花朵呢 非常的纤细 比一般唐松草呢 花期早 它的叶片呢 有点像铁线菊的感觉 它呢很会自剥 我们看一下 它下面的基部 有非常多的自剥苗 那我们从这里 你可以看到 这个原生的草本植物呢 它还是非常容易扩散跟蔓延的 那在花园里面呢 我们也一直跟这些杂草呢 在做斗争 那么丛哥的基地里面呢 它也有很多的杂草 它用了很多方法 怎么样来控制和利用这些植物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